我们说首富这是对的 奋斗的方向 但是最好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 比方说我先挣他一个亿 想当首富先挣一个亿 中国万大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不改霸气 分享支付新法 但如果想追上他 可定加把劲 火润研究院今天公布中国百富榜 万大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家族 以2150亿元人民币的身价 第三度登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 不只中国首富王健林的资产 更超越李嘉诚 拿下华人首富的头衔 接下来一旦万达商业 成功回归A股 王健林的资产 渴望上看3000亿人民币 我心里话 我第一天就没想过当首富 不想当首富就当第二名 最新的胡润百富榜上 马云一2050亿人民币获得亚军 其中身价成长最快的是他 去年年底豪值52.43亿元 买下万克22.45%的股权 企图蛇吞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 让宝能集团董事长姚振华 升价一年保增八倍 排名也从去年的231名 跃升至今年的第四名 成为大黑马 胡润百富榜也特别算出 王思聪的身价 中情电竞以及娱乐产业的他 目前身价达61人民币 但快去年年底 能一口气豪杂千万 签下韩国第一网路主播 以素婉 眼镜都不眨一下 而当初的天佳挖角 也让以素婉 从韩国红到中国 成为国际级的宅男女神 再来续续续绷